今天就介绍在什么情况下 可以再发挥到Glopo HERO 7 Black 这部机器 大家好,我是Tiger 之前有很多的短片,分享很多的拍摄技巧 在教学里面,都会用到一些器材 拍摄的机器 我都会分享,我都是用手机拍摄 会用上DJI的OSMO MOBILE 2 DJI的OSMO POCKET 甚至乎都会分享用Insta的360 ONE X 但大家就绝少听我提及Glopo这部机器 几乎我曾经,几乎我真的未提及过 不是我未用过 其实在以往的日子里面 我都曾经在不同的年代 拥有个两三部Glopo 主要都用在潜水 又或者在水底的拍摄用 由于那时候价钱比较贵 加上我自己觉得就未是很成熟 或者Glopo未很适合我自己的拍摄的风格 所以我就越来越少用了 那为什么今天会介绍Glopo的Hero 7 Black 事源、Sisa、Kelvin 接下来会去西班牙 做一个斗牛 不是斗牛 就是Running of the loose 这个就是西班牙的赛事 顾名思义就是一群人 在行人路上 被牛去追 非常危险 也由于它有很多的条例 令到不可以带一些大的机器 或者是事实上 我看很多的纪录片 很多时候 你真的会被一只牛撞低 或者撞到飞起 所以不同的这些情况 其实一部好的摄录器材 是绝对帮助你留下一个很重要的时刻 这次就受Sisa、Kelvin 委托想一个好的拍摄方案 给他带到西班牙 令他留下一个美丽的回忆 由于他的意愿 他都觉得Glopo是很适合他 所以我们就用Glopo去做核心 再配不同的配件 希望今天的分享都帮到你 如果你也是去奔楼 又或者要做一些高危活动的话 是非常值得去参考的 第一个要说的就是主机 我们就选择了Glopo Hero 7 Black 为什么会用7呢? 不用舊款一些呢? 因为无论看之前的影片 官方的参考 其实他做的稳定效果 是较之前的几代出色和稳定的 当然你无法可以跟 机械式的OSMO Pocket 亦都比Insta 360 One Next 稳定性也不太好 但是我个人觉得是可以接受 而最重要最重要的是 这么多部机来说 其实Glopo的防撞性是最大的 当然它没有一些官方数字 但是无论它是防水 即是如果下大雨 都是照样比赛的时候 又或者 你被人淋啤酒也好 做不同突发的东西 其实它的机能保护性是最强的 第二我已经所说了 因为是一个运动的赛事 其实无论是DJI Osmo Pocket 或者是Insta 360 Pro 它都不遇到你有些冲击或者撞击 相对在Glopo的Hero 7 这个系列 其实它们的灵活度 或者是更加适合运动 但单单一部机拿着 其实都是不足以令到它很稳定的画面 或者是不方便拍摄 于是乎我们做了两个系列的配件 去让Glopo发挥到很好的功能 那我们一起去看看 第一个配件 就是非常建议大家去参考 这个就是Glopo原厂原装出的 就叫做Hand Rip Straight 其实它是一个支架绑着Glopo 另外它可以用一个手腕带绑着你的手 而另外一个强小小的 我觉得就像一个Read Script 是挺紧的 好像一个手套绑着你的手 参考官方的影片 以及不同的Bunnel 其实Bunnel的影片相对很少 因为我估计这些人都被撞低了 或者撞到飞起了 就没有时间拍片 那如何在临飞起的刻 都拍到被牛撞低 就可能要靠这个配件 那如何使用呢 就是当你绑在手上的时候 就 Glopo 向自己 或者向前 通常都是向自己的 因为要拍到被牛撞低 或者撞到飞起 尽量举前 因为举前可以令到你 虽然Glopo 也很长 你都要令到整个环境更多 更多的画面 所以你就将主体 和你的手机的距离 尽量拉远 画面出来就会看到 你自己的样子 和后面一个Wide Shot 如果后面有一些牛 你就可以拿着拳头 一路一路向前跑 好像超型 那你应该会拍到 你避开一只牛 或者被一只牛撞到 那这个就很建议 被一只牛追的时候 去用这个Hands grip ok 那第二样东西 很想分享的 就是都很出名的 这个就叫做一个 Feeway的配件 Feeway都是Glopo自己原装出的 它有几个模式 英文寫着Grip Arm 和Tripod 我觉得挺好的 就是可以开个三脚架 第二就是可以 伸到最尽 很长 可以做Selfie Stick 自拍 亦都可以半屈曲 做一些特别角度的拍摄 它的包装后面已经显示了出来 是有很多的模式 我自己就会觉得 由于它现在Glopo 7的稳定器 即是稳定功能都ok 如果加了这个Selfie Stick 就可以做到有少少 拿着一路走一路拍摄 那这个适合拍摄 比如说 第一天去到机场 或者去到 其实最特别就是 在这个奔牛赛事 你就要很贵地 可以租一些Barkany 就是一些露台 就可以看到 下面的人 如何被牛撞到啡 或者是 你可以喝着杯茶 来享受这个赛事 那在第一二天 就可以 用这些Selfie Stick 就可以自己 做一个主持 一个Presenter 去讲一下这个赛事是怎样的 又或者是在吃一个HIGH TEA 或者是吃一个LUNCH 的时候 这个Glopo 也可以放在桌上 做一个TRIPOD 一个脚架 去分享西班牙的美食 之类之类 也都是在一个 举高了一个Selfie Stick 拉回牆的时候 可以一路走一路有少少的分享 讲回之前的心情 或者是在比赛之后的一些回顾 甚至乎是 可以在一些特别角度 譬如 有人被人撞下去 一个橫行 深渊里面 你都可以伸出棍子 看看 你有没有事 有没有帮到你 之类之类 所以 基本上 我们只有3Way 这个棍子 这个Stick 加上这个HAND STRIP 在这个不留赛事 加上Glopo的Hero 7 Bag 已经非常够用了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一架电是受不了的 所以 我都会建议 买得一架电 我都会建议用于原装 当然 可能代用会便宜些 或者便宜很多 但是 在一些重要的活动 甚至乎 拿命博的活动 你如果 拍拍一下不够电 你就真的哭得无谓了 所以我觉得这些钱 都不能省得 那 记住 原装跟机 是没有SD卡 那 都 比较稳定 都是scan disk 128GB 都是200多元 都会拍到大约差不多 我还没查看 应该两三个小时 4K片 那 那 留意 因为Hero 7 有 Black SILVER 不同的版本 是不同的解像度 那 那 为什么要强调要拍4K呢 因为4K可以CROP 什么是CROP 就是你拍了很短的 当你觉得 我想那一下 又特写 或者 我想看大一点 牛的时候 你CROP 如果最后出高清 也不会损害 最后的Output 的质素 就是说 你用越高的解像度 4K拍 那些东西会越细细 而且 之后的变化越大 所以 这个是小小的分享 那 那 那 未来 就做一个评测给大家 在 Gelvin 去西班牙之前 那我们看看 这个 Gopo 的 Hero 7 Bag 的稳定性有多强 那我们就测试一下 那下条片见 那如果大家觉得 这个短片 是帮到你 那请你可以 订阅我们的频道 亦都可以 分享你给你的朋友 那 需要你的支持 让我们可以拍多些好片 下次见 Hello 再一次多谢大家 收看我的YouTube Channel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 想法 或者甚至是问题的话 都欢迎你在下面留言 告诉我 好了 如果你觉得这些片 对于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和按接收通知 我是Tiger 期待我们可以下次再见 拜拜